你们都听过第二十二条军规吗 在喜欢读书和泡豆瓣的圈子里 第二十二条军规用来形容那些进退两难的处境 刚把茅台股票卖了 他又继续暴涨 还能买吗 正是遇到了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也许会说 尽管听众一片茫然 但我向巴菲特发誓 这个词是可以用的 这个说法来自著名的美国高级黑小说 第二十二条军规 长话软说 一位士兵尝试天战斗 快被逼疯了 他听说依据第二十二条军规 神志不清的人可以自行申请退役 可是你如果能走完申请流程 说明申请人心知健全 申请无效 本来是讽刺官僚主义的一个说法 现在可以用来形容所有进退为谷 骑虎难下 拔钱之后左右为难的情况 除了卖茅台以外 这跟投资理财有什么关系呢 小时候我们都被送过存钱罐 家长十二赏几枚硬币给我们 放到小猪里存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是人间投资理财的最初体验 可是某一天砸开了存钱罐才知道 里面的钱并没有变多 放多少只能拿多少 减去砸坏的存钱罐成本 通货膨胀 以及丧失的其他投资机会成本 简直就是堪比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理财 言归正传 忍者今天想介绍的是第七十二条军规 这是每一个投资人都应该知道的 清算小工具 七十二除以任何一个百分比 得到的数字 是你double本金需要的时间 谁不想double本金呢 如果你投资一百万到一个年回报率为8%的项目 七十二除以8等于9 也就是说9年可以连本带利收回200万 如果项目回报为13% 七十二除以13 则5.5年就能double 下一次有人和你聊投资项目的时候 你不用计算器 也能像老司机一样对待无聊了 第七十二条军规和军队毫无关系 可能被称作七二法则更为合适 我建议所有有小孩的人 不要再给小朋友存钱罐 而是尽早教会他们七二法则 投资理财不能输在旗袍线上 感谢收看忍者ATM 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头条 或者YouTube上搜索并关注忍者AT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